今天我们给2024年国家做的考试 就是第二次考试 应该是8月份 好像说是8月份吧 8月份考试做一个早晨说明会的预告 我们计划是在明天 也是周六 周六晚上8点 还是像以往一样 因为每周六8点都有一个公益讲座 我们就把这个早晨说明会放在那个公益讲座上 为什么这么早就做这个第二次考试的这样一个早晨说明会呢 其实说实话也不早 因为每次 每次啊 都有这样的人啊 就总觉得说 喊早喊早 喊好鸟一样 是吧 到最后呢 哎呦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是吧 每回都这样 所以也见怪不怪了 反正这句话吧 做什么事情都要趁早 如果你有这个计划的话 就趁早去实施这个计划 当然在这过程中啊 有很多的困难 或者说有很多的阻力 呃 外界的啊 内界的啊 啊 自身的是吧 所以内外部的环境分析 呃 但是 还那句话 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 呃 能够积极的 去去往上走 是吧 当然每个人 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吧 这个有的能解决是吧 有的确实也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的话 我们就放一边嘛 是吧 这也是PDC循环 呃 的一个 一个一个原则吧 你实在解决不了 你也没办法 是吧 我们只解决我们 呃 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呃 所以整个早上说明会啊 我们会把这整个的行业的现状呀 包括 当然这个行业的现状是我理解到的啊 我也不代表说 真正说 呃 我理解的一定就多么全面 或者多么深入是吧 就每个人理解的角度 视角都不一样 我只说从我呃 接触到的 理解到的啊 就给大家就介绍一下 呃 包括这个考试的特点啊 包括说 怎么去复习啊 是吧 这些东西都跟大家去沟通一下 因为所有人问我 呃 你问我的话 我肯定要回答嘛 是吧 还是这句话 你问我 我不回答 你会觉得 我怎么怎么样是呢 呃 但我们统一会放在这个招生说明会上去 呃 去去回答 或者去解释一下 呃 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这个 呃 我们还是采取这个腾讯会议的方式 呃 的会议号呢 还是在后边 大家看到 看到最末北 看到最末北的话 呃 会有一个QQ群 啊 我建了个QQ群 我会在里面通知啊 我会把这个通知放在里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呃 就可以来参与 啊 就这样的情况吧 好 那个我们再 再录一个这个 关于我们这个复习体系啊 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片吧 呃 因为隔几天我就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在 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更新啊 所以我们这个 呃 宣传视频啊 也会持续的更新 呃 是这样啊 因为目前我们只招收这个呃 一次过五科的学员啊 或者一次就报五科学员 呃 一次报一科两科的 我们目前是不招收了 呃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 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呃 呃 呃 一个特点吧 是吧 呃 我们的课程体系啊 因为是学员 因为是学员都是这个 这个一次啊 一次过五科的啊 但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单科或者两科的学员啊 但我们呃 目前已经是只招这个五科学员了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课程体系里啊 我更多的喜欢把它交成一种复习体系啊 我们把五科的界限 我们把它去呃 去把它拆掉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啊 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 呃 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 呃 还是咱们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复习啊 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啊 并且 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啊 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是吧 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 考个这个两年三年 没什么意义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 呃 考试的次数增加了是吧 但是你呃 你要想到啊 就每一次的考试啊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 你总比别人晚了 那么两个月三个月是吧 啊 日积月累 你比别人晚了 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 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 呃 只增朝夕啊 我们既然做啊 就一次就把它做完 把它做好 啊 在整个的 因为审核员的考试这个人 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 他只是呃 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啊 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再入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已经比别人慢慢拍了 是吧 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啊 就是道理啊 呃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 也就非常坚决啊 非常果断的啊 我们只招这个呃 一次过课课 一次想考课课这样的学员 呃 所以 还是那句话吧 呃 我们呃 努力啊 努力就把这个速度啊 提起来 把效率让它更快 那我觉得只有这样啊 才能去 呃 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法的时代啊 否则的话 呃 被时代淘汰啊 或者被时代抛弃啊 指着时间的问题 呃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 或者对这个体系啊 呃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呃 你可以呃 问一些 咨询一些这个 呃 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但如果不是那个 呃 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就是 是这样的 因为 呃 有人加了我啊 但也不是为了报名啊 呃 也不是为了呃 参加课程啊 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后体系啊 呃 他更多的是 呃 为了问一些问题啊 你说 问我问题啊 我又不能回答啊 甚至求是讲啊 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 不答的话 你肯定觉得 呃 这个李老师怎么这样这样 是吧 不好 呃 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 啊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 关于注册省呃考试 呃考试呀 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你可以加到这个 这个QQ群里啊 我每周 目前我的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 你在公益讲座上问 呃 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 呃 加我的微信啊 然后问来问去啊 说实话 我目前主要的精力是在这个 课程的学员身上啊 我没有那个精力去 呃 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 来问我 呃 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 呃 哎 我能不能回去 呃 报名的话 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啊 如果说你就是 呃 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你可以问 没问题啊 但是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啊 大概就这个 这样一个 呃 一个安排吧 呃 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 就不管你报不报名课程啊 不管你跟随学 加快速度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呃 报名我们的课程啊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方 非常多的时间啊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 对吧 就是个道理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呃 只能去挑选 呃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 呃 最优秀的 就是整个 整个行业里可以说的最优秀的学员 就这样的道理 就这样的道理